5月2日香港特區政府稅務局公布201819財政年度的稅收情況 公布數據顯示201819年度稅務局的整體稅收為3414億港元 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28億港元增幅為4%主要來自利得稅 評稅資料顯示年內評定的利得稅稅款上升20% 申請緩繳201819貨稅年度暫繳稅的個案數目增加了11% 全年總共收到的利得稅是1666億元 靠上一年度增加了275億元升幅是20% 王權輝表示利得稅收入增加和201819年度香港經濟形勢不錯 部分行業利潤增加有關 此外數據顯示印花稅方面 201819年度整體印花稅收入為800億港元 較上一年減少152億 跌幅為16% 王權輝強調印花稅的下跌和樓市調控措施出台有關 至於印花稅跌了16%的原因 因為過往幾年有所謂樓市調控措施出台 政府宣佈了樓市調控措施 但要等到有關法例在立法會通過 我們才能夠實行去徵收印花稅 所以在過渡期間 即是在立法會審議條綽案期間 當時的個案 我們不能徵收新的或額外的印花稅 直到條例通過了 我們可以追回 所以有些個案是積壓了 因為立法時間長了 積壓了 所以早兩年就會多了一些個案 所以引致到印花稅是前年會比較高的 今年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今年沒有新的印花稅總出了 所以會比上年會少了 Tôi熟悉 也許馬上一位 第一次的唔 警方不太曉得 有一个想法 你会做的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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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想法 我们不看到 夜晚的迷惑 你会在你 你会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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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做的事 你会做的事 你会做的 你会做的 我们的シマネ 我们的下一集 各位世 ernst 你会做的事 你会做的事 vous 你会做的事